是 所以說的話 談判就是大家想得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同時也給對方最想要的東西 我認為對於美國政府來說是以美國利益為第一 在這種情況下 實際上中芯老實說不是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它確實有 就像夏教授剛才說的 它確實有其他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想他們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就是怎麼能夠解除中芯這個禁令的話 肯定有很多細節的控制性的條件 就比方說以後他們應該怎麼 比如說美國商務部可能經常到中芯去檢查 看他們的出貨出到什麼地方等等這種行為 所以說以後中芯肯定不會在一種比較高的水平上運行的 肯定會處處受到美國的製走的 這是第一 第二的話就是說現在的話我們還看不到 就是現在我們還看不到到底中國對美國的讓步在什麼地方 就是因為中芯的事情對美國的讓步在什麼地方 當然就是美國川普總統最想要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其中一個最想要的東西就是減低赤字 還有的話特別是農產品 你要跟我們農產品 這一點實際上已經達到了 就是以後呢還要什麼東西 就是說還可以達到什麼東西呢 這個我們可以再看 我們現在來看